好了 那接下来呢 马上就为大家请出刚才铺垫已久的这一位神秘嘉宾了 他到底是谁呢 赶快来看一下 不乏稳健 走路带风 身高80 气宇深昂 眼前的这个神秘嘉宾到底会是谁呢 当当当 隆重揭晓 没错了 这个正是当今华语乐坛的超人气偶像韩庚视野 7月底将发行第二张个人专辑的韩庚 近期就到访了本栏目 除了拍摄宣传片外 韩庚还有一个特别的任务要完成 话不多说 先进摄影棚吧 接下来他要完成的是什么任务呢 一向淡定的韩庚现场失控 又是为哪般 顶住呼吸 好戏上演 我的梦了 音乐 音你而动听 欢迎回到猛牛村村手音乐风云榜 大家好 我是韩庚 那接下来呢 我是为大家介绍我的新专辑 第一波主打曲《狂草》 那这次呢 我化身为一个远古的一个战士 带着我的战友 还带着我的信仰 去为在黑暗里去寻找光明 去为了光明而去战斗 就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些自己的一个梦想 还有理想 那我们需要说有一些信仰 有一些自己的一些 自己一些态度 不要是轻易的去妥协任何东西 去为了自己的理想去战斗 寻找自己的光明 没错了 韩庚今天要完成的任务 就是以专辑介绍的方式担任我们节目的主播 向来在大舞台上 自信满满的激情畅跳的韩庚 到了小的主播台 也是难言紧张的时刻 别看只说了一小段 但这需要的主持定力可是不小呢 在接下来的几星期内 我们将会持续放送韩庚主持的精彩画面 同学们可不要错过哦 韩庚同学 接下来说说你的感受吧 我觉得真的 终于体会到主持人 真是挺不容易的 那头脑一直在不停地转不停地转 那有的时候我在主持 刚才在去录节目的时候 有一段是空白的 不知道在说什么 一直重复每句话 我对你笑的 狂吵 狂笑 不许那么大难 够要残转 就是那 狂吵 狂吵 小梦全风在崩盖 你敢不敢 狂吵 狂笑 去发现行动也切不完 那不是 狂吵